我的世界,关于避雷针的冷知识 在我的世界中,避雷针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存在 它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木制的房屋不被雷电点着 不过,当你拥有了一个激流三叉戟时 那么恭喜你,又解锁了很多的新玩法 只需要用到一个粘性活塞,还有两个侦测器 我们就可以召唤无限的雷电 将避雷针放在粘性活塞的正前方 我们再来放上一个三叉戟 打开拉杆激活项路,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待雷电天气 众所周知,在雷电天气很多的怪物都不害怕阳光 即使在白天,它们也会向我们发起进攻 那我们能否用这套装置来制作一个庇护所呢 怎么样,兄弟们,这个庇护所谁能进来啊 不过南瓜这个庇护所的密度还是有些小的 如果大家也想打造闪电庇护所 我建议大家这个装置做的更多一些360度保护庇护所 这样一个酷炫的庇护所 你的小伙伴一定会惊呆的 当然啦,避雷针的作用可不止这些 如果你刚好有一位小伙伴的话 哼哼 哒哒,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三叉戟吗 来,我送给你一个 这么小儿科的陷阱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你哪有这么好心,你肯定又想陷害我 我不要,我回去睡觉啦 兄弟们,三叉戟的诱惑他是抵挡不住的 咱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就不信他不要 来了来了,他来了 哎,他看一下,没人 快去吧去吧,三叉戟 来了兄弟们 你果然有害我,我要宰了你 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 除非你也让我拼你下 非要如此吗 做人做事,我们是双冬成费